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众都是信佛教的 会比较温和一点 所以说感觉会比较安全 当时因为是没有预订啊这些东西 所有东西都没预订 你就拿那个机票就过去了 当时在机场看到一对重庆过来的小夫妻 然后他跟我说到时候你会挺麻烦的 我说你们哪边我也住哪边好了 然后去问了一下那个老板点了一下数字 真正人民币只要20块就好了 大床房挺不错的 如果是网上预订的话还要便宜 因为那边的水特别难 国内的海岛也没这么难 所以说在那个潜水的时候 浮潜的时候感觉就像 在一块蓝色的果冻里面穿梭 小费好像是有但是不多 很少的 应该对于他们这种服务来说 感觉是给少了 对服务比较好 特别明显的就是在那个快艇上面 因为时间过去也比较久嘛 他们的成员会跟你们开玩笑 然后会给你们分口香糖这些 还有口香糖会把拨好放在你嘴巴里 这会比较有趣的 叫起来应该叫那种老饱的吧 好像用作文跟你讲的 然后偷偷 姑娘会很漂亮啊这些 泰式的那种泡饭嘛 感觉真的是怪怪的 又甜又酸 还有里面好像有虾仁之类的那种 很吃不惯的 北面嘛最北面的海滩那边 然后有一个叫 应该是叫拉威的那个海鲜市场 在那边买了那个皮皮虾 那个皮皮虾是我看到过最大的皮皮虾 大概这么惨嘛 因为我们胃口太小了 所以说没买那个龙虾 龙虾那边也挺便宜的 我感觉啊 从第一个晚上到了那边以后 就感觉是山 山路上落来落去 然后到了那边晚上窗户打开了也是山 第二天早上起来的话 那个好像下过暴雨吧 山上洪水一样下来 把马路都淹掉也还是山 但是到后面的话感觉完全是不一样 因为要离那个岛稍微远一点 然后再那个沙滩走的话 一路上都是沙滩 其实挺漂亮的 你开那个摩托车应该是最方便的 想到哪里就哪里下来 就沙滩上躺一下水里玩玩 然后再换个地方 实际上挺好玩的 到现在为止你有去过多少个国家 现在好像不多大概五六个吧 那你最喜欢去过哪个国家 应该还是泰国吧 比较放松 你认为去过多少地方 就是才算是成为了一个旅行大人 这个我倒不觉得去过多少地方 因为对于那个旅行的理解 其实不一定说在很远的地方 其实在周边也可以 你只要你能够发现美 能够传播美 其实也就是一种分享嘛 你为什么要请一票安倍 安倍这个名字好像是随便取的吧 那时候 因为那时候孩子还想嘛 就想着那个平平安安的宝贝 每周四去过 与你分享全世界